今天晚上我在抓螃蟹之前拍了一条视频 我居然在这里发现有萤火虫在沙滩上面 真是奇光啊 大家看到飞在飞 天空上面 把灯关掉 马上你就可以看到 真的是奇境 在沙滩居然可以看到萤火虫 哇 大家看到吗 哎呀 真是奇境一大奇境 哇 刚才只有一只只有一只从这边飞过去了 现在不见在上面在上面 在上面一闪一闪的 哇 哇 真的太老贵了 太老贵了 太老贵了 居然在沙滩上面看到萤火虫 你有没有看到 你有没有看到过 你看到过没有 哇 真的是神奇神奇 太神奇了 哎 不见了 就一只 也许是从岸上面的那个草堆 草丛那边飞过来的 就这么一只 希望刚才拍的时候能够拍得到 我今天大有收获 哈哈 哎呀 给大家看看 我差不多要收工了 因为这个浪已经 从这个海面打过来了 已经快要到岸边了 大家看到吗 这个浪 哇 好大 现在是大战潮大退潮 今天 看看我的收获了 哇 虽然没有这个越南的朋友那么收获那么多 但是也不错 大家看看 哇 啊 也有好多只 哈哈 起码六七只 六七只 啊 那个 啊 我还抓了一条小石斑鱼 我看不到 现在因为被淹没在这里边了 我想给大家看看 我刚才之前拍的那条视频 所有小石斑 小石斑非常小的 mini的baby baby 石斑鱼 啊 证明给大家看 对还在还在 他没死掉 还在还在 看到吗 哎 中间那一条 哎 对对对对对 小石斑 小石斑鱼 啊 看到了哦 石斑小石斑 还没死 哇 这条小石斑鱼是用来钓鱼的 明天用来钓鱼 还有抓了一些小螃蟹 也是明天要来钓鱼的 还有一些螺 是可以晚上吃的 收获很不错 哈哈 很满意的了 走了 我就要收工了 带背 带起我的四倍 我的工具 这个工具 今天用过 还算可以 不算特别好 因为有些地方还 因为第一次做啊 第一次制作 还有些地方要需要改良 有时候改良以后的话 我再拍一条视频来告诉大家 主要要改良的地方是前面这个铁线的位置 因为它有点偏软啊 不要拿个什么硬一点的给它支撑 这样的话呢 不会拉的时候不会摇晃的太厉害 现在拉的时候呢 那个前 拉那个螃蟹的前的时候啊 前面的位置会有点缓动 还有这个绳子板的这个 需要改良 然后呢 这个是一个不错的工具 但是我今天看到越南的朋友 他们用的是有一个像叉的东西 然后有一个铁的那个不锈钢的尖尖的东西 长长的 这可能可以把这个螃蟹给擀出来 然后用那个叉可以叉 这样的方式也可以 我也可以接见他们 各位朋友 今天晚上我带大家来通宵 然后这边有一个沙滩 这里呢 海边有这个小波堤 小波堤上面有很多的石头 石头里边有很多的缝 缝里边有不少的螃蟹 等待大家来挖掘 来抓他们 哈哈 然后回去 美味一餐 啊 抓螃蟹的话呢 就是要在这些石滩 石滩的上面有一些水窟窿 这些水窟窿 那怎么样来辨别有没有螃蟹呢 除了用这个头灯来照以外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石的这个石头里边啊 有一些缝 大家看看啊 这石头里边有一些缝 主要是要找这些有石缝的地方 有石缝的地方 当然呢螃蟹才会躲在里边 而且要有水 当然这个水也不能够太满 螃蟹好像不是很喜欢这个长崎 冒在这个比较满水的地方 这样的就是一个标准的洞穴 但是呢 当然这个洞穴这个挖下去的这个石缝越大越好 水不要太多 像现在这样就是最标准的了 那么大家有机会到沙滩王 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抓螃蟹 因为真的野生的螃蟹真的很好吃 既然我们越南的朋友一些外劳 他们都很会利用我们的海洋资源 为什么我们台湾的朋友 或者说已经移民台湾的香港朋友 你不会去利用这样的自然天然的环境 自然的天然的海洋资源 来去抓螃蟹 来去抓螃蟹 自己享受这个美味 之外也可以参成是一种娱乐 这沙滩上面还有很多的海螺 你也可以捡一些大颗一点的海螺 回去白酌 或者整个辣酒来煮也可以 所以就像香港的辣酒煮海螺 也非常的棒 一定要抓那个大只一点 大只一点的话呢 里面才有肉 捡这个大只一点的 你也可以保育这个海洋 说让这些小颗的能够长大 今天晚上我抓螃蟹拍视频 就到这里为止了 那么希望大家有机会到海洋的时候 到海边的时候 抓住机会去体验 体验这样的海洋生活 这样的消遣生活 好谢谢你的收看 视频到这里为止了